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市政府日前 搁置与高雄市建立新友好协议的计划 当地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各界机构认为 因为高雄而有损与中方的关系并不值得 大一作为爱丁堡市议会议长 一直努力推动爱丁堡与台湾关系的发展 去年曾接受台湾赞助 邀请前往高雄和台北访问 之后计划在爱丁堡和高雄间 建立一个为期五年的伙伴关系 旨在加强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教育和文化交流 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 对高雄和爱丁堡之间的友好城市计划 表达了严重关切 此外这项友好城市计划 还遭到包括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机场和爱丁堡商会 以及酒店协会在内的多家组织 进相发出警告 担心同高雄的协议可能会有损 爱丁堡同中国的关系 导致贸易旅游和学生人数下滑 不值得冒此风险 近年来访问苏格兰的中国游客数量激增 得益于从海南岛到爱丁堡 每周四次的直航航班 按旅客数量计算 中国是苏格兰第五大长途国际市场 另外出口至中国的商品 包括威士忌和鲑鱼 对当地的经济注入了心动能 在高等教育方面 每年有近两万名中国留学生 在苏格兰学习 苏格兰地方议会在回应中强调 与英国中央政府立场一致 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为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但近年来 台湾和英国的贸易往来 的确有所增强 当地保守党领袖怀特认为 暂停与高雄签订协议是好事情 地方政府应该聚焦于 如何改善和提供优质的当地服务 而并非徒劳涉足国际政治 凤凯华卫视徐亮 李默克 伦敦报道